先讓這些教保員 讓他可以先打第二劑的莫德納 現在大家對於Delta病毒 其實還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有道理可以去跟中央去爭取 有今天我 好我有一個在中央這環境啦 市長我個人是蠻支持公布第二類的啦 中央地方可以一起公布 陳時中自己就講了啦 現在大家有疑慮的是中央的政府官員 做冷氣房的那些 一千多位 但是之前爆出來食藥署的 就不止一千位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一起公布 有問題一起來檢驗啦 現在是一個公開透明的時代 我現在想要問一下就是防疫的部分 因為市長今天下午的時候 陳時中指揮官公布幼兒園 一傳九 其實是非常恐慌 因為這個案件跟上一次三峽不一樣 上次三峽是十件 可是他是同一個家庭 而且他的CT值都幾乎都30以上 然後做過血清抗體是陽性 代表之後可能是舊案 但這一次的很多CT值都比較低啦 而且是九個家庭 所以大家真的蠻緊張的 剛剛我已經接到很多家長電話 就一直在詢問說這個幼兒園是哪一家 我其實知道 但我沒有講 可是我可以感覺到家長的擔憂 我覺得教育局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覺得教育局必須要安撫家長的心 怎麼安撫呢 首先這個老師 他其實在七月十二號 已經打了第一劑的莫德納的疫苗 理論上疫苗在十四天 就應該要發揮他的效果 可是他還是確診 是不是代表說打一劑 今天是九月六號 已經過了七個禮拜 他這一劑的效力已經不斷下降 怎麼時候可以有第二劑 讓他的效力補強 我覺得這是大家憂心有些擔憂的 所以市長 現在所有新北市的教保員 總共八千多位 我不知道說 可不可以跟中央爭取莫德納 因為莫德納現在不能混打嘛 混打AZ也不能其他的疫苗 可不可以跟中央爭取 或我們新北市現在有庫存 先讓這些教保員 讓他可以先打第二劑的莫德納 你先讓他打 那現在的家長至少比較安心 他會覺得說 老師已經得到相對多一點點的保護力 那家長比較安心 這一點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得到 其實我在今天我也特別回應大家的全行 我們老師現在打了一劑 那第二劑都還沒打 如果疫苗足夠的話 就是為了保護孩子們 能夠讓老師有機會先打第二劑 這個由中央來做一個財事 不過我也建議用這個方式來保護 老師也保護孩子們 讓他們在校園裡面能夠安全 這個部分不擔心幼兒園 包括國小老師 要攻脫 這個部分就是要看疫苗夠不夠 也要看疫苗在整個施打的方向 所以我都特別建議給中央 那由中央來做決定 今天發生這件事情 大家真的非常緊張 大家很緊張 而且發生的是小朋友 都是年紀非常小的 現在大家對於Delta病毒 其實還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有人是講說Delta病毒 其實對小朋友來說是有殺傷力 是有道理 可以去跟中央去爭取第二劑 不過這也要看整個疫苗的分布 因為事實上有很多人第一劑也沒打到 所以最重要 我一直想說 如果疫苗能夠多一點進來 當然大家都比較沒問題 我們現在是這樣 大家是希望群體免疫 今天可以看出來就是 因為學校已經開學了 幼兒園或者是國小 他們都是在群聚 而且只要是有一個確診 就是遺傳多 這其實是有必要的 謝謝 可以再跟中央再爭取看看 好 我也跟在中央這反應 尤其那個幼兒園 對 幼兒園那個緊密度 比國小還更緊密 因為那個環境並不是很大 那你起碼學校那個操場也比較大 學校教室也比較大 通也比較好 我覺得像公通 幼兒園那個比較小的 其實在防疫上要做到 更落實 其實有他的一定的困難度 因為前兩天 桃園的那個高中 祭司的兒子確診 後來他們全校驗都是陰性 我要講第二個點就是說 那現在在學校裡面的NPI 非藥物的措施 到底能不能夠落實 我聽很多這樣的反應 他們很擔憂 他小朋友送去 然後現在口罩都會濕 戴不住 要吃東西都拿下來 一個老師要照顧10個 小朋友或是幾個 要夾菜啊什麼的 所以其實很容易 幼兒園跟那個公通 真的蠻辛苦的 是 希望教育局可以公佈一個 更明確的指引 幼兒園到底要怎麼做 要根據他們實際上的狀況 去告訴他們 其實幼兒園都很想配合 而且家長非常怕停課 家長停課 那上班就沒有人顧小孩 其實我們的指引 很早就公佈 很早去做戳策 也跟他們教育訓練過了 但是我堅強講 面對病毒 我們要學會簽一杯跟學習 另外一個人希望病毒 進來也能夠感染我們 我們大家前例皇子 大家同心情 因為如果說NPI有做到的話 這一次大概一傳九的機會 就不高啦 這個部分還是要落實 我確實覺得還是要去 希望那個幼兒園多配合啦 大家其實都還蠻擔心 那再來就是 我最近也接到很多 國小的家長的反應 現在國小因為沒有冷氣 所以很多學生 也都是一樣戴口罩 口罩 師都戴不住 家長其實也會擔心 那個防疫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局長現在 到底國小的冷氣 什麼時候會裝好 現在問題的困難在哪裡 我們現在所有的招標 全部都招標出去的 現在全部在施工 不管是冷氣的安裝 跟我們的那個電力改善 我們最晚整個全國 就是明年的2月全部要完成 明年2月 現在在施工 明年2月 對 那沒辦法加快是不是 就是照著那個 我們施工進度 明年2月可以全部完成 明年2月跟明年5月 其實沒什麼差 因為2月也是冬天 如果可以的話 是今年夏天 盡量完成一部分 因為小朋友現在口罩戴不住了 現在趕進度 好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葉原之原之原味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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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